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起竹高湾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联想 联想起新冠型肺炎 联想起被人捉到隔离 在2022年7月 我就确认了新冠型肺炎 当时我就入住了竹高湾 但我不是被人捉去的 是我自己自动的选择进去竹高湾 因为我不想传染给家人 在里面我就经历了八天的生活 而这个经验对我来说都相当之特别 在八天里面 我好像与外面隔离了 我好像定期每天面对那四半场 但很感恩因为科技的进步 我可以联系到外面的家人 我可以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不单止这样 因为放下一些繁忙的工作 我也可以联系自己 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 哪里疲倦 哪里需要休息 同时我更加可以联系到我的上帝 过程里面 无论日与夜 如果我想起上帝的说话 我随时可以翻译圣经 我又随时可以唱诗歌 在当中我发觉原来我很得力 在里面我感觉到自己很舒服 八天生活之后 再出来面对生活的时候更加有力 所以隔离并不可怕 可怕的其实是隔绝 因为隔绝才让我们无法与外界连结 无法与自己连结 无法与上帝连结 我想起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里面说到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脑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所以无论什么环境 只要我们懂得去连结 那我们仍然都可以活得很快乐 作为基督徒的辅导员 我们要懂得 与外界连结 与自己连结 更重要的是 与上帝连结 因为连结 才让我们有生命力